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曲 李宗盛 OK 我們再次掌聲謝謝老婆 謝謝老婆 基本上我應該是最後一個首歌的時間 不過我剛剛請老婆多留一首歌的時間給我 所以他今天只唱一首歌 這算春開始的一點點小特曲 因為我今天見到了大概幾年沒見 八十年 八十年 三十年 三十年 對 他畢業他大五屆的學長 畢業之後我們就在美天公園 然後上次來台東五屆也沒碰到 然後看到學長其實蠻激動的 因為他跟大學說沒有什麼兩樣 他還是長得那麼帥 而且還是那麼瘦 我大概多了一倍 好 那所以我唱兩首歌 算是 也算一點分享 我覺得那個老朋友見面 已經發現年輕人那一夜被煩起來 可是我覺得最高興的是看到很美滿的一個婚姻 然後很好的家庭 然後很 那這一個內喜樂是很舒服的 對啊 太總還沒有來的 應該也可能非常需要這個禮拜 哈哈哈哈 我愛你 有一天 我發現自點自個都已沒有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肩負著簡單的滿足 有一天 開始從平淡日子感受快樂 看到了明明白白的遠方 我要的幸福 我要穩穩的幸福 能抵擋末日的殘酷 在不晚的深夜 能有個歸宿 我要穩穩的幸福 能用雙手去抱住 每次承受入懷中 每次承受入懷中 有你的溫度 有你的溫度 想要好好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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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簡單這簡單的滿足 有一天 開始從平淡日子 感受快樂 看到了明明白白的遠方 我要的幸福 我要稳稳的幸福 能抵挡末日的残酷 在不安的岁月 能有个归宿 我要稳稳的幸福 能用双手去碰住 每只剩手入怀中 有你的温度 我要稳稳的幸福 能抵挡失落的痛楚 一个人的路途 也不会无睹 我要稳稳的幸福 能用生命做长度 无论坐身在何处 都不会迷途 我要稳稳的幸福 这是我想要的幸福 我ogi 我 common 是空 我操会 你不到 未经过 动用 我总是 impression 減少 衝突 疫情風發 然後 但是 我覺得在很多時候就是 當然我必須要知道 每個人追求的東西可能不一樣 對 可能有人追求事業上的成功 那有人會追求所謂的感情什麼 但是有的時候家庭的美滿 或家庭的 可以守住的那個 起碼是起碼我啦 我覺得我非常非常在意這一塊 就是家庭的這一塊 然後 很多年前 有一個很低調的警員 因為他退休了 然後他最近開始復速在唱歌 我們合作過一首歌曲 然後 對 他叫陳靜仁 那 這年他的 我幫他寫過了一些詞 然後他去補曲 也幫他做了一些音樂的文案 從他第一張的海洋 做歌曲的介紹 第二張 除了那樣的一些文案以外 也幫他寫了一些詞 然後他鋪起來 那在寫的一首歌裡面 其實這首歌 這首歌不會紅啊 不過這首歌是 我們在寫彼此的一個 對家庭感情的一種寄託 那在寫這首歌之前 他跟我講了一個他的感覺 結果他喜歡跟孩子 喜歡跟就嫁一個人 因為他都在藍遊 對 在那個草原上奔跑 這樣 然後 就開始寫了 然後我聽完他講不動道 我自己也有感觸的 就寫了一些詞 後來寫完筆給他之後 他花了一年多的時間 這一年多的時間 其實有很大的變化 一年多的時間 因為一年多的時間是 我先當了爸爸 然後我的第二個孩子 要再準備出來 那他的第二個小孩 後來演出來 就寫完這首歌以後 這首歌叫做 《孩子與你我的天堂》 我覺得這是一種 對我而言 其實它是一種人生的滿足 送給所有的 再告訴我的朋友 送給大家 好 很久沒彈了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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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牽著你和孩子的手 奔跑在原野上 輕柔的風伴著白零飄蕩 心虛在飛揚 在這首歌裡 滿足在心中 永遠的期望 藍藍天空 陪著我們小小天堂 孩子與你 是愛 是夢 是希望 外面世間 無論如何狂風巨浪 守在你身旁 守著家 守著天堂 牽著你和孩子的手 奔跑在原野上 輕柔的風 伴著白面飄大 繼續在北洋 陪你們 走過天涯海角 是我一生 持守的夢想 心情和呼 溫暖在胸後 再沒有悲傷 請問兩航滿足在心中 永遠的希望 藍藍天空 陪著我們小小天堂 孩子與你 是愛 是夢 是希望 外面世間 無論如何狂風巨浪 住在你身旁 守著家 守著天堂 牽著你和孩子的手 奔跑在原野上 輕柔的風 伴著白雲飄大 繼續在北洋 陪你們 走過天涯海角 是我一生 持守的夢想 心情和呼 溫暖在胸後 再沒有悲傷 親吻臉龐 滿足在心中 永遠的希望 點點喜樂 充滿著歡笑 這是我的家 好 今天非常謝謝你們來九華今天的創作居家 就是這樣一個分享的空間 大家若有Facebook 有IG 我真的很希望 其實你們能夠上到九華春 搜尋一下九華春 然後幫我們按個讚 其實你們來這邊點的任何一杯 你要做的任何一個動作 支持鐵華春 它對我們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鐵華在這邊九年 很辛苦的九年 我們曾經評估也許鐵華春這樣的音樂空間 開在台灣的任何一個 任何一個奔島 任何一個縣市 應該都不會虧錢 可是鐵華春在台灣的最東邊 這邊的經營是非常的辛苦 你們可以從我們的 隨便的一份文宣都會看到 像台北來的會很清楚 不管是 也許像河岸 大小河岸 像所謂的X1 這種表演空間 他們的門票是多少錢 進去門票之後 喝飲料是另外一筆錢 對 可是我們今天其實喝一杯飲料都會進來 那我們 雖然我從來不會也告訴人家 這就是經營跟音樂空間的困難 可是 我們堅持很多 是因為我們希望能夠在這個地方幫 台灣人著名的歌手 然後還有 台灣的原創歌手 像這樣的 獨立音樂的人 然後 創造一個更好的舞台 然後我們希望可以陪著這一群人 慢慢慢慢的向前轉 所以 創作歌手 或者是想要唱歌的人 我們就是開放 所以 輝哥長來 對啊 那個Rose 朋友可以來 那我們今天的 好 反正所有參加的一秀都希望 然後 我們努力是因為我們堅持 我們常常在想說 台灣人在彈這樣的事情 音樂的這樣的事情 是啊 台灣的音樂在華人音樂圈裡面 整個華人音樂圈算是很強勢的 可是 我相信我們這樣努力走 終於有一天 當提到台灣的原創歌曲 原著名歌曲的時候 我們本來是後山 但是因為鐵花村在台東 鐵花村在台東 我們會變成台灣原創音樂 台灣原著名的前山 跟大家共演 非常謝謝你們 然後祝大家晚安 祝大家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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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課了 晚安